于是就在当年嘉庆二十五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道光皇帝尊这位晋贵人为皇祖晋妃 可是在这册封大典上 这道光皇帝看见这位奶奶之后 虚微的有点泄气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奶奶复查事 也只不过才四十来岁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闲聊天 您瞧了没有 这大周末的呀 是您歇我不歇呀 咱们书馆是照常开书 那今儿咱们要说谁呢 今天呀 咱们要聊一位出身显赫 出身名门的女孩 哎 有人说了 你这一系列不都是聊这个嫔妃吗 怎么还出了女孩了呢 因为聊到这位妃子呀 我就忍不住啊 用女孩来称呼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老公死的时候啊 据学者推测呀 就这位妃子呀 大不计呀 也就十四岁 按照现代人的衡量标准啊 这位妃子都守了寡了 她还只不过也就是个女孩而已 您想想啊 这皇上家的寡妇啊 她可跟别人家不一样 要是说这民间的妇女呢 您甭管您是三十三四十三 哎 但分要是寡居了 很不幸 这丈夫啊 先走了一步 哎 你也可以往前迈一步 也就是说呢 可以择夫令驾 可是皇宫里的女人不行 就只能啊 是为皇上守着后半生 在守到死 算完了 她就是啊 在道光年间 被晋风为皇祖晋妃 这乾隆年间的晋贵人 那为什么说她是家世显赫呢 她呀 是沙季妇察室 满洲襄皇旗人 对喽 跟皇上一个旗 并且呀 这沙季妇察室 您听着耳熟吧 没错 她和这个乾隆皇帝的白月光 元后妇察室 也就是孝贤皇后啊 同出一门 那么这个沙季妇察室 和孝贤皇后 两个人有没有亲缘关系呢 哎 当然有了 并且这个关系 今天说出来 可能会让人呀炸舌头 听了以后啊 会大吃一惊 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哎 这个孝贤皇后 要还活着的话呀 这沙季妇察室 得管她 叫一声孤奶奶 并且呀 这个孤奶奶呀 还真不圆 这晋飞呀 是大学士马其的亲曾孙女 而这个孝贤淳皇后啊 是马其的亲侄女 您瞧哎 这孤奶奶 她不圆吧 也就是说 这晋飞的爸爸 内务夫主侍 德克金娥 见着这个皇后啊 还得叫一声 大姑 其实啊 说起来呀 这关系不算乱 那挺好捋的 有人说了 这按照这个八旗的制度啊 这个皇上家呢 一族女子啊 同时嫁给一位夫君呢 虽然这辈分上有差异啊 其实不算什么 不过呢 这其中啊 他也有另一种说法 您想想啊 这都是什么年间了 这都是乾隆年间了 这乾隆皇帝呢 又自诩啊 自己是一个非常崇拜汉文化 对汉族文化很尊重 很理解 很明白的这么一位君主 那到了他这 反而再办出这种事来呀 那总归呀 得有点特殊原因 那么这是什么特殊原因呢 在这故事的开始啊 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个晋飞守寡的时候 大概其是十四岁 他为什么说是大概其呢 因为在史料当中并没明确的记载这晋飞的出生年月 这史料中呢 只能查到这晋飞的足年 道光二年的十二月初八 这晋飞呀 红世了 也就是说这晋飞呀 他是个乾隆年的人 他活过了整个嘉庆皇朝 然后啊 到了道光二年才红世 咱们要想把故事讲细致了啊 那就得从头捋 从哪开始说起呢 咱们就得从啊 这乾隆六十年开始说起 这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啊 乾隆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善为大典 把自己的皇位啊 归正于皇太子永远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实际上乾隆皇帝 他不愿意归正于太子 因为他觉得 他这个皇帝啊 还能干下去 身体还行 精力还行 那有人就说了 那你是皇上 既然你不愿意归正太子 那你干脆 这皇上啊 你就干下去 反正啊 这大清江山是你们家的 你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谁让你是皇上老爷子呢 可是这乾隆皇帝啊 他也有脑脑袋的地方 为什么呀 因为这乾隆皇帝 登基一时 就和这个大小文武陈公啊 早就交代过 说我呀 这辈子最福气 最敬佩 我的偶像啊 就是我的爷爷 哎 就是皇祖康熙吗 我爷爷执政六十一年 哎 把这个大清天下 治理的铁筒一般 那正可谓是千古一帝啊 我呢 有没有本事先放在一边 总之啊 我在执政年线上 也不能盖过我爷爷去 也得呀 保证在史书当中 贪才是这千古一帝 这句说嘴的话呀 那说他六十年了 到乾隆六十年 真来的时候啊 算是堵嘴了 你这不善位也不行了 于是呀 他也就只能 把这大清国的天下 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那实际上 那舍不得 谁跟权力有够啊 您说是不是 按说这太上皇啊 就应该搬出这乾清宫 搬到这紫禁城 外东路的宁寿宫 哎 就是现在呀 您去故宫 参观游览的 这个珍宝馆 可是他不计 为什么呀 这皇上后悔了 他死活呀 也不搬出乾清宫 给他盖在这养老院 宁寿宫啊 算是白盖了 合着他一天没住过 这家庭皇帝也没办法呀 只能啊 暂时先做了一名 傀儡皇帝 咱们说归说 闹归闹啊 这乾隆皇帝 虽然霸着这把龙椅 可是人家皇上真干事啊 这处理朝政方面啊 依然是一点也不代谢 可是这会儿的太上皇 这位实权老人 八十好挤了 再如此的呀 长期为国事操劳 身子骨已然盯不住了 嘉庆皇帝听服侍太上皇的人说呀 这太上皇夜里经常惊醒 醒了之后啊 就一直失眠 昏昏恶恶的到天明 也睡不着了 这嘉庆皇帝听了也着急 他就想得从根上给爸爸解决一下 这个夜里失眠的问题 要不见 咱们找一个能说书会讲故事的 晚上陪陪太上皇 您别瞧我呀 这宫里夜里啊 他不让男的留宿 这皇上想啊 这太上皇啊 看宫里这些嫔妃啊 可能是有点审美疲劳了 那么呀 咱们就不如这么办 就在嘉庆三年的时候 正赶上这三年一度的 这八起选秀大典 在这些秀女当中啊 这嘉庆皇帝就留意了一名女子 这位女子啊 就是杀季复查士 后来的晋妃 刚才咱们描述的这段啊 是通过嘉庆三年 外八起选秀这次活动 咱们推断而来的 但是呢 在宫中啊 有一份内务府档案呢 跟这种说法不符 当然了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嘉庆三年 这晋妃娘娘被选入宫的 这个故事啊 这个普遍 被这个学界所采用 那么这内务府档里边 又记载了什么内容呢 虽然啊 在宫廷档当中啊 这个 晋贵人 寿贵人 寿贵人啊 就是乾隆皇帝 在作为太上皇以后啊 晋风的第二位贵人 才出现在内务府档案当中 不过这内务府档案当中 也有记载 在嘉庆二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静氏房 已经给这两位贵人 准备供份了 也就是说 这二位小主啊 在这个嘉庆二年的十二月份 就已然领到了 作为内工主位的工资了 那么这位寿贵人呢 轰视于啊 这个嘉庆十四年 二月十一日 寿数不长 哎 这故事也就更少 在宫廷当中啊 连具体这寿贵人姓什么 也都没能留下来 那咱们呢 就先把他放放 接着聊这个 敬贵人复查事 那么这嘉庆皇帝 为什么选择了 这么小的一个女孩 去伺候 那么老的一位太上皇呢 还别说呀 这辈分上的差异 就广这岁数啊 就差了七十多岁 因为这嘉庆皇帝呀 在看过这个 秀女复查事第一眼以后 他就惊奇的发现呀 这个女孩的容貌啊 颇似自己的嫡母 也就是孝贤 纯皇后 这一点呢 不难想象啊 认为这敬贵人身上啊 若是有着复查事 娘娘的基因 那是肯定的呀 所以说呀 在容貌上相近呢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那么挑选这么一位 在容貌上长得 非常酷似自己 嫡母的女孩 去侍奉自己的父亲 这太上皇啊 一定就会心情愉悦 是哈哈一笑啊 多活两年 约顺也管不得什么年龄 什么辈分了 就把这个复查事 册封为了贵人 放到了太上皇的身边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想 这复查事啊 得到这贵人头衔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应该是 尽太贵人 有这么句话呀 他不太恰当 但是啊 他也符合情理 这嘉庆皇帝 用尽心思费尽巴拉 娶尽宫里的这位女子啊 实际上是给自己 找了一个小妈 那这太上皇高兴不高兴啊 他当然高兴嘛 太上皇乾隆一看呢 这孩子长得呀 还确实是向自己的白月光 缘后复查事 那就留在身边伺候吧 于是啊 这大概其啊 才13岁左右的复查事啊 在乾隆三年就正式的 留在了太上皇的身边 侍奉着太上皇 乾隆皇帝 我看啊 很多作者 在提及这个 尽贵人的作品当中啊 都说到了一句话 不知道啊 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都说呀 这个高龄八十的太上皇啊 还临姓了 这位尽贵人复查事 其实呢 我倒是认为这临姓与否啊 他不是重点 这会儿呢 这复查事的身份呢 就是太上皇位下的一位贵人 那就是这太上皇啊 临姓与否他 那他为太上皇守寡守节 那也是必然的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啊 着重的说一点 这晋贵人在宫里啊 是不是过着这种奢华的生活 这些呀 并不重要 但是这一生的命运 确实是凄惨的 转过年来啊 这太上皇就驾崩了 那年啊 是嘉庆四年 十四岁的晋贵人啊 就成了小寡妇 那不知道为什么呀 在这个嘉庆执政的二十几年当中啊 后宫当中这位晋贵人啊 并没有得到晋风 按说这事呢 那不太符合常理 这仙秘爷的嫔妃 哎 哪怕是这个贵人常在答应呢 如果要是遇到这国家大典的时候啊 被晋风一级 那可能性是很高的 可是出乎人意料的就是这样 哎 在嘉庆年这位晋贵人啊 是从来没有得到晋风 他只能呢 和其他乾隆皇帝的遗孀一起 住在寿康宫区域当中 这年纪轻轻的晋太贵人啊 就生活在寿康宫当中的寿二所 直到嘉庆二十五年 嘉庆皇帝驾崩热河行宫 道光皇帝继位 一查这个后宫的宫廷档啊 他才发现 呦 自己呀 还有一位皇祖母在世呢 是这个皇祖乾隆皇帝的贵人 这后宫当中还赡养着如此的老人家 那简直是大清国 是帝国的姓氏啊 于是就在当年嘉庆二十五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道光皇帝啊 尊这位晋贵人为皇祖晋妃 可是在这册封大典上 这道光皇帝看见这位奶奶之后啊 虚微的有点泄气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奶奶复查室啊 也只不过才四十来岁 这次后宫进封啊 终于把这晋贵人封到了后宫的主位 但是也并没有给这位可怜的女子啊 带来多少福分 就在道光二年的二月初八日 这位晋妃娘娘 不对 这位皇祖晋妃娘娘 轰逝于紫禁城当中的寿康公寿二所 享年啊 也就是四十岁左右 这晋妃呢 就成为了这乾隆皇帝所有后妃当中 最后一位入葬玉陵飞原寝的人 她的坟呢 就在五排七属第一的位置上 您要是对这位娘娘感兴趣呢 再有机会啊 您去这个玉陵飞原寝 您可以到她坟前啊 平掉一下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回见